我们现在在唐河服务区 还在河南省内 我刚刚差一点就死在这里了 昨天晚上我们是住在高速服务区的 早上大概十点钟左右出发 跑了六十公里左右我就有点困了 因为我的车里都是行李 所以我就去安阳车里面躺了一会儿 睡着了 结果 我的意识宣醒来了 呼吸变得急促 全身伴随着疼痛感 但我的身体动不了 一般这种情况只要有人教训我就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尝试着自己醒来 但是无尽一试我醒不过来 哪怕我努力有零点一秒的清醒 但瞬间又晕睡过去了 当时安阳在副驾驶直播 我就想告诉他我醒不来了 但是他不知道我这种情况 我就感觉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喉咙也不能自主地吞咽口水了 我只有通过鼻子呼吸 可是我还是醒不来 我都能感觉到我的面目真灵 像这样 但是我身体动不了 意识却心形的可怕 我除了能控制我的呼吸 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状态 但是通过个人的努力也能挣扎醒来 别人拍醒我也没事 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努力过 因为我通过个人是没有办法醒来的 我就试图发出声音叫驾驶时的安然 我迷迷糊糊中看到他望向我 甚至他拿出手机拍视频我都知道 我也确确实实发出声音了 我一直在说安然叫醒我 我醒不来 安然叫醒我 我醒不来 我醒不来 他事后说以为我在做噩梦 说梦话 他甚至还想听我说什么秘密 他拍了我59秒挣扎的视频 但是我感觉我过了好久 到最后我甚至能清楚地 感觉到我的呼吸变慢了 中途都停了一段时间 我都感觉我自己不能呼吸了 那个时候我有点慌了 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拉扯 我急了 我甚至都能感觉到 我已经处于出气多 吸气少的状态 身体有真实的疼痛感 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呼吸都快慢慢地没了 我能感受到周围的一切 我也能感受到 我头被自己努力地抬起来一点点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醒来 我凭着命地挣扎 终于从喉咙里面发出一声惨叫 感觉自己在接近冰死之际的时候 我终于看到阿然从驾驶室跑了过来 我终于被他拍醒了 我醒来之后呢 就开始剧烈地咳嗽 眼泪鼻涕也控制不住地流 头晕脑战 眼睛也睁不开 但是我身体的疼痛感慢慢消失了 麻木的四周也终于有了感觉 身体的使用权又被我夺了回来 就这种感觉很可怕 很多人说是手压到了胸口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我不是的 可能是我最近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压力太大导致的 我已经许久许久没有出现过这种状态了 今天接近死亡的感觉会更加强烈一点 就我现在才感觉到自己精神了一点 距离我刚刚那种状态 已经过去了有六个小时了 中途我又迷了半个小时 才真正的清醒过来 一直都是头晕脑脏 我们今天开了两百多公里 距离回南冲还有六百多公里 今天可能再开个一两百公里吧 我真的觉得好累 身心俱疲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没有 这一步就会儿